你绝了 刘长 自从你跟穆兰见完面 就闷闷不乐的 怎么了 没什么 咱俩多少年了 一起出生路死的 你心里有事 我看不出来了 那好吧 那我就不瞒你了 今天穆兰来 是代表那边 来劝我投降的 我猜到了 你有什么打算 出卖我 怎么可能呢 我要想出卖你 今天迟作来 我早就告诉你 我相信你也不会 那你打算怎么办 震头 现在城里的情况 你也都看到了 如果再这么下去 那城里的外星 不是被冻刺饿死 就得死在炮火之下 我们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 不想着做点什么 无论做什么 我都支持你 那好吧 有件事情 你要替我去办 现在这边紧张 东方的比较活动 对对 让我这会儿算首度 资快给你 报告 有人要借你 让他进来 是 王震涛 你怎么来了 快 请坐 不坐了 请不请让我给你带个信 看仔细了啊 明天十五里外 清风镇 他在那儿等你 对了 你自己一个人去 袁总了 市长 你一个人去这太危险了 不要对任何人去 嗯 你是不是 我 限界了 是 你第一 是 你 你 你 我看到 当年我们一起打鬼子 是为了百姓 能过上安稳的日子 今天我起义投诚 也是为了百姓 杨志华 你要知道我这么做 是对不起我大哥 多年对我的栽培 但是为了济南城 几十万无辜的百姓 我这么做无怨无悔 不管你为什么 你答应起义 我还是很高兴的 记得当年咱们在牧兰山 一起联手 打败了支野生南 现如今 我们又可以一起联手 解放济南城了 我说过了 我来的时间不多 公事谈完了 杨志华 我想跟你谈点私事 什么私事 牧兰都跟我讲过 小华是我的亲生儿子 二十多年了 我刚刚知道 我要谢谢你 你替我养了二十多年的儿子 你照顾他成人 承担起一个做父亲的责任 你用你妻子和儿子的命 保住了他的命 我只想让你知道 这份情 我都请您心领了 其实我做这一切 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 当年我答应了李秋白 我会用生命 来保护他的妹妹 你说这些 我心里都清楚 我已经说过谢谢了 想见见杨小华吗 他的部队离这儿不远 不必了 等起义之后再说吧 告辞了 去 清明 怎么样 探头了 起义的细节 由你去落实 枕头 如果你现在反悔 还来得及 我不会怪你 你说什么呢 清明 我不早就跟你说过吗 我永远支持你 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现在的当国啊 贪污腐败的高官 我早就看不顺眼了 已经不是你我当初 维持效忠那个当国了 清明 但是你跟师座是兄弟啊 如果这么做 你不懂你背叛了他吗 自古忠义不能两全哪 但是你跟杨志华 落实具体细节的时候 替我要求 一定要保全我哥的性命 放心 拜托了 大哥 你 你怎么在这儿啊 怎么 不欢迎啊 不 我只是没想到 这大地当前呢 你忙里偷闲 跑到我这儿来喝酒 清明 你干什么去了 这么久才回来 我跟震涛检查下乘方公事 是 你这一个人喝闷酒 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古今 共产党的大军 把济南城围了个水泄不通 今天王有武将军 召开作战会议 我从他的谈话当中 感觉到了一丝绝望啊 这连总司令都已经绝望了 那我们还坚持个什么劲啊 我看不如 混账 说什么呢 我等受党国栽培 委员长恩惠 现在敌军 濒临丞丞下 我等不跟济南城共存亡 还是军人吗 对了 你刚才的话还没说完 你说什么 还不如 我是说不如我们先撤出 清明 现在稳定军心非常重要 你刚才说的这些话 如果是当着别人 我定要军阀从事 好在现在只有你和我 就算我没听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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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就是 秦明 你完蛋好了 吕總 為什麼今天晚上 要我們突然換房 各位 你們都是 我杜秦明的生死隊長 今天這麼晚把你們請來 就是一个重大的决定 我已经和解放军的将领 达成了协议 定于今晚十二日 准时起 正式加入 人民解放军的部队 吕总 我们听您的 对 吕总 请您下命令吧 不愧我杜青明的 生死弟兄啊 那好 我们现在开始对抗了 司令 您找我 杜青明那边 有什么动静没有 一切如常 暂时 还没什么特别的地方 一切如常 这就不对了 这件事 难道就这么简单 是吗 报告司令 这是刚刚破译的一份电报 请司令过目 这就对了 你知道 咱们对边的蒋外军 炮兵指挥官是谁吗 谁呀 杨志华 是谁呀 太好了 杨志华在城外 杜青明在城内 杜青明 杜青明 是想翻水的 青明 不会 他可是你的堂弟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前段时间 清明 对咱们和共军内战 就持否定态度 我苦口婆心 劝说他 他才留下来 如果他想翻水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那司令 您准备怎么办 炮兵 可和步兵不同啊 前段时间 划遍的那些部队 都是些无核之重 走了就走了 但是炮兵 如果投了共党 恐怕 这个济南城 是真的守不住了 战场之上 吴父子 别说 他守的堂弟 就是青年老子造也不行 可是现在我们是凭空猜测 没有找过证据 这要是贸然动手 万一要是弄错了 只怕会事以愿违 那你说 有什么主意 司令 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们可以一十二年 好 好 叫他们接定 给杜青明党电话 把他马上到司令部来开会 是 各位 成败在此一举了 马上回去通知你们的弟兄 对那些没把握的 就在起义之前临时通知他们 逼他们下决心 另外 如果有图谋无诡 想通风报信程 我看 明白 明白 我的意思是说 尽量给弟兄们留条胜费 是 是 喂 石总 是 我马上过来 怎么了 司令部的电话 说有新级会议 通知我马上过去 马上过去 这个时候要开会 而且还是临时通知 清明 我觉得这事想没那么简单 你想 今天司令突然来检查 一无所获 司令的为人已是清楚的 任何的风吹操动 都不会打消他的议论 吕总 来者不善吗 现在离起义 只剩两个小时了 这个时候您去司令部 恐怕会有危险了 是啊 吕作 起义在即 只要再等两个小时 咱们一起杀出城去 看着今天白天的事 我大哥还是新村一立员 既然我大哥 已经开始怀疑了 如果我不去的话 那就等于 验证了他的财策 他一定会紧急 调动城堂部队的 那就危险了 我们的起义计划 也会功亏一篑 几位都会面临 巨大的风险哪 清明 这摆明了就是个拳套 如果到了起义的时间 你要是回不来的话 放心吧 我一定会想办法 在起义之前回来 吕总 那我们就在这儿等您 那可不行 各位 我再重申一遍 起义的时间 是雷达不动的 无论发生任何事情 不光我回不回来 都必须准时起义 明白吗 明白 明白 拜托了各位 放心 雷达 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枕涛 记得帮我给杨志华 带句话 就说我承诺的 我会做到 我会做到 我也希望 他能善待兄弟们 冯雪 走了 所谓员的刀 请 诸位 战事这么紧张 把大家召集来 有个重要的事情 要向大家宣布 命令 鉴于 杜清明在战斗中 一贯优秀表现 陈防司令部决定 任命杜清明 为陈防司令部副参部长 此命令即刻生下 赃贵 来 我和樊杜清明 绝聚来 应该来 测试 他 贵 不 他的 白 真是 调 究竟 不怕你在前面出事 才把你给调到我跟前来 不管怎么说 咱们杜嘉 就剩下你和我了 我不能看着 让你死在贡臣等的枪下 起义时间就快到了 那好吧 那我回去交接一下 马上回来 等等 交什么接 哪儿也不许去 就在这儿待着 你的那些东西 我会派人聚取 白哥 你是不是听说什么了 预备 散 拿着开炮 几中火力 掩护其余部队出城 是 几中火力 掩护其余部队出城 你不知 你不许去 你不许去 扎尽 火力 在这儿 我也不许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司令 我们东城招出了炮魂的猛烈袭击 慌着什么 司令了 报告司令 东城防线的两个报屏流化片 公秀堵破了我们剑影防线 你说什么 再跟我说一遍 报屏 报屏里都过了 真的是你 东启铭 这是真的 是真的吧 你要请给我回答我 是的 是我下的命令 为什么 你为什么这么做 说 说 我为了你 煞费苦尽 我一直对你 急于厚望 我杜家对你也急于厚望 你为什么这么做 为什么 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 你却选择背叛我 对不起了 大哥 为了吉南城数万百姓的性命 我心而是这些弟兄们性命 我必须如此 好 既然你这么做 我 就别怪我 不念兄弟情了 来人 到 子强 给我歇了 大哥 至今京马之前 为敌还想让你想想 今日我军之败 不是败贡君所赐 那是我们咎由自取 想当中国当如日中天 气势鼎盛 为什么短短三年时间 就落到今天 这兵败如山倒的下场 八年抗战 我军以优势的兵力 况且节节败退 可他们共产党呢 在敌后竟然能 打出一番天地来 他们的部队 竟然能壮大得这么迅猛 那是为什么 你想过吗 我们为什么不能 好好反思一下自己呢 我反思了 我反思我自己 我后悔 我后悔我当初 为什么会排到 你杨志华这个马铺部队里 当他什么调官 没错 杨志华是来找我 可我今日投诚 不仅是因为他的权项 更不是因为我贪生怕死 我有心未当过效忠 可当过今日 一意故幸 让我看不到未来 为什么他这盏美衫 说不爱你我弟兄东庆处 不就是为了一党 一己之私吗 大哥 我跟共党已经谈清楚了 只要这次起义成功 你我弟兄可以安然卸下归天 我谢尔氏的所有弟兄 也都有出路啊 悬崖泪马还来得及 你给我闭嘴 悬崖泪马 我现在就让你死 大哥 我今天来 我就没想活着 为了吉能证数万百姓 和仙尔氏的所有弟兄 我知 况且能死在大哥的墙下 我问天问地 问心无愧 我说是 你也认真九尔 那是 你得大厨 这家大厨 不是 所以有点 我认为那些事 我认为你 有点大厨 在那儿 谢谢你 你也行 我认为你 清明呢 志华 清明让我亲手 把这个东西交给你 并且让我转告你 他答应你的话 没有誓言 杜清明是个真正的军人 杜清明是个真正的军人 他没有誓言 我见他呢 师长 师长 总共时间到了 命令全体官兵 立刻发起总宫 是 司令 司令 东京发起了总宫 突破了我们的情言之地 我们快守不住了 司令 怎么办 好汉不吃也千亏 我们不如 暂时撤入济南 保存实力 你下撤退命令吧 只要我们人还在 我们一定还会有机会的 慌什么 共军还没打进来 你们自己 掀乱了阵脚 听我说 今天 就是我们跟共产党 决于死战的时刻 作为党国的军人 为党国效忠的时刻到了 为了保卫济南 主位 要不怕牺牲 勇往直前 英勇杀敌者 论功行赏 林阵逃脱者 杀无赦 不是下手不败令 实在是有心杀贼 无力回天 杜清明 杜清明 你现在满意了吧 满意了吧 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 大哥 认输吗 看看弟兄们 你忍心让他们在这场 不一致战争当炮灰吗 你还看不出来吗 我相信大华 在心里早就不愿意 打这场仗了 没人 在 把杜清明 押赴情长 枪毙 走 走 满 司令 无论如何 清明是你的兄弟 他也姓杜 可就剩下你们两个人了 司令 对不起 闭嘴 在很多嘴 连你一起闭了 不要走 走 走 咱哪 走 预备 是 司令到 这些 应该会很严重 不是 对不起 你 正好 我去尽了 你 你也会很严重 你 管我的老师 但是你俩不见得了 你俩不见了 你俩不见了 我唯一遗憾的就是 没能让他留下一个后 大哥 我明白你的心思 我也正想告诉你 前几天慕兰来过 她告诉我 她的儿子 就是我们的儿子 我们度假有后了 你说什么 这些都是李悟南告诉你的 我杜青铭今生无憾了 她母母子在共党里面 我也安心了 好 还好啦 就算你这一生 当大哥我最后一次忙他 大哥 得民心得天下 你这一生 眼下是 君心民心尽事啊 我想我和青阳 用不了多久 就会在地下 跟大哥团聚 来 去cium 去座 以备 开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救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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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五年 为表彰在抗日战争 和解放战争中 各级指战员的功绩 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 杨志华被授予少将军衔 同年李木兰被提升为 某军区总医院副院长 看见他们呀 就想起咱们在这儿 读书时候的样子呀 一黄 这么多年过去了 一点都没变 还是老样子 只是可惜啊 可惜清明看不到 爷也带你去看看 爷也当初读书的地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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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鸣 妈 你别难受了 妈没事 爷爷 照片里哪个是你呀 有啊 来 来 来 看看 你跟爷爷说 这里边哪个是爷爷 没看出来啊 问奶奶 奶奶 哪个是爷爷 哪个爷爷啊 那个 最高个子的 那不是爷爷吗 还有那个也是爷爷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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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爷爷 没错 这里边都是爷爷 那他们哪个是炮神啊 记得啊 这上面的所有的人啊 都是炮神 不知道爱了有多久 只知道 刚明白爱 爱就散了 不知道走了有多久 只知道 刚踏上路 别 就开始了 再说 你 你 就开始了 不可以 我 就开始了 我 你 就开始了 我 我 你 我 你 最后注定已被剧收藏了 爱散了 胸放了 心灭了 盲目的我什么都没了 手中的 飘根的 唯一盼望你 珍藏以后几年了 当曲中人三只剩我 依然深陷剧情漩涡 落幕的舞台是谁在 默念着独白 是谁的离去切断了爱情的动脉 笑着说的永远被眼泪无情收回了 爱散了 胸放了 梦碎了 不想怎么偏有去想的 我曾记得是哪个恋人呢 是否也会遗憾 错过的恋人呢 是否也会遗憾 错过的恋人呢 我曾经说的那些人是否在意的 那些人是否有来的 我曾经说的恋人呢 是否也会遗憾 错过的恋人呢 是否也会遗憾 错过的恋人呢 是否也会遗憾 错过的恋人呢